大众与奥迪这样的国际汽车品牌 竟然要购买咱们国产新能源电动平台了 你敢相信吗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以前咱们国产自主品牌的发动机 变速箱底盘等核心部件 很多都要向国外品牌购买 但是现在又反过来了 人家国外品牌竟然来购买咱们国产新能源技术了 这不 继大众购买小鹏的技术之后 奥迪也官宣和上级共同研发纯电技术 之前网上上传的购买自己纯电授权 也算是尘埃漏定了 其中自己汽车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而奥迪也将会凭借着本次合作 重新树立自己在一线豪华品牌当中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 在BBA当中 奥迪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品牌影响力不如人家奔驰宝马 甚至连很多二线豪华品牌都干不过 所以奥迪这次进军新能源电动车领域 绝对是一个翻身杖 因为有了自己汽车 在纯电领域的三电技术 驾控性能 AKC技术 高端底盘 以及智能化科技的支撑 从此就多了一项 可以与宝马奔驰叫嚣的资本 那么 在众多国产纯电平台中 奥迪为什么最终会选择 上汽集团的自己汽车呢 主要是自己汽车在纯电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在国内属于独一党 首先 在智能化方面 平台智能化是大众奥迪选择自己作为合作伙伴的核心考量 而自己与小鹏又是国内 为二拥有高阶智能驾驶辅助技术的厂商 但是 自己在智能化深度方面 还是更胜一筹的 像什么城市NOA 全程AI仓 智能驾驶改写架控技术的 都是核心黑科技 所以 这也是更高端的奥迪 最终会选择自己而没有选择小鹏的原因之一 然后在底盘调教方面 比如 自己汽车的Bistong 避震系统 四活塞卡钳 电控避震等 本身就来自于欧洲品牌的底盘配置 其次就是品牌的定位上面 自己汽车目前在售车型 本身就定位的是高端与豪华 都是30万左右这样一个级别 品牌价值 更能与奥迪这样的豪华品牌匹配 最后就是 自己汽车在国内良好的销量口碑 作为上级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 目前每个月都有着2000台左右的一个销量表现 品牌影响力早已深入人心 所以 奥迪最终选择上级的自己 也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 我相信 不论是自己还是奥迪 合作的结果 必将是双赢的局面 除了奥迪将会 打回翻身杖之外呢 国产电动车品牌 自己汽车 也将进一步提高自己在 国内新能源领域的地位 以后谈到 国内一线新能源汽车品牌 除了会想到比亚迪之外 自己汽车 肯定是绕不开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 自己汽车 即将退出的 中型SUV LS6 如果挂上奥迪的车标 即使迈克30万 我想 厂着买的人 绝对是一大堆的 消防 所以 选择